我军边防部队最紧缺的东西已得到有效解决 最新传来的消息让人放心 一个现代化边防体系正在建立 尽请关注 据中国青年网最新报道 日前 我国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 会同有关专家奔赴边防一线 就我军新研制猎庄的边防巡逻被装 实际穿用情况进行调研 据更详细的消息报道称 解放军此次列装的边防巡逻被装 主要包括防寒头套 保暖坐训服 轻便防寒保暖坐训大衣等多达15个品种 通过组合穿装 可以满足高原高寒 高温高湿 以及寒热大跨度交叉等不同地域环境 被装保障需求 除了单纯满足保暖需求外 考虑到边防高原地区特殊的作战环境 新型边防巡逻被装应用了大量新技术 保暖坐训服使用国内最新研制的 高墙巨鲜胺纤维 采用双包双嵌仿杀技术 实现轻质与高强度的统一 轻便防寒保暖坐训大衣 通过双层配套式结构设计和羽绒 蓄片复合材料的应用 在提高保暖效果的同时减轻了总重量 不得不说 解放军传来的这条最新消息让人放心 我们知道 边防部队一般驻扎的环境是极其艰苦的 这些边防部队作为祖国的第一道防线 并不缺少先进的武器装备 但急缺的是生活物资和完善的医疗保障 正因为边防哨所所处位置的特殊性 所以使他们很难及时得到大量的补给 而边境的冬天则更为特殊 如果过冬物资没有提前进行储备 一旦出现大雪封山 道路受损等突发情况 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提前准备过冬物资尤为重要 近年来 各级本职优先解决高原高寒边防部队急需 优先解决部队过冬县市急需 优先解决一线部队备战急需的原则 下大力加快边防部队的后勤保障问题 前段时间 一则无人机高原送餐的消息 引发人们大量关注 据政务国防军事栏目报道的消息透露 西藏军区支援保障部队 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 展开了一次后勤保障演练行动 报道称 此次后勤演练加入了新武器无人机 像风群似的大量无人机 挂载着自热食物 餐盒等军需物资 在高原飞行 克服了高原地区 山路崎岖 气候不良等不利通行的情况 顺利为边防战士送去热乎乎的产品 减少了高原地区原有的地域限制 可以说 无论是使用了大量新技术的新型边防巡逻备装 还是风群无人机送餐 都在表明 我军一个现代化边防后勤保障体系正在建立 而这也为我军实现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有力支撑